远古时期,因为生产力低下,没有那么多的食物养活族人,所以历史上很长时间都是母系社会。母系氏族,一些姓氏就是那个时代最深刻的烙印。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的女性开始慢慢隐身,她们不再被要求在社会上劳动,不再被要求学习文化知识,父系社会的崛起,反手将女性关在了家里。 她们只被要求学习女工,若是大族人家可能要学一点账本知识,剩下的就不再让学习了,甚至有了女子无才便是得这样的话。 但就算是这样,历史上还是留下了优秀女性光辉的身影,就比如唐朝的武则天,武则天称帝之后开始像男性皇帝一样开始纳妃子,大臣狄仁杰劝戒他戒色, 而武则天让狄仁杰看了两样东西之后,狄仁杰便再也没有说过让武则天戒色的话。 那么,这是怎样的一个故事呢? 武则天历史上唯一的一个女皇帝,虽然历史上掌握权力的女子不少,但是武则天是唯一一个真的登基称帝的女性。 若是想从这个女子身上学到什么的话,那一定是一个强大的内心,膨胀的野心和旺盛的生命力。 少女武士十四岁的时候因为长得美被选入宫,李世民一开始很喜欢她,但是因为袁天刚的预言而慢慢地梳理了她。 入宫十一年,从才人做到才人,但是武则天在做才人的时候看中了一只潜力骨,太子李志。 于是他用自身的母性魅力加聪明的脑子成功地俘虏了李志。 两人在李世民生病期间还在眉目传情,成功地让李志记住了这个风韵游存的武才人。 李世民驾崩之后,没有孩子的后妃要学法维尼出家当尼姑。 武则天便去了赶夜寺。 寺庙的生活单调又无趣,武则天不甘心自己下半辈子就这样过。 于是在李志来赶夜寺烧香起伏的时候,不经意出现在李志面前,让李志勾起当时的感情。 又在李志犹豫不决是否将她接回宫的时候,写出了如意娘。 看诸成碧词纷纷,憔悴之离,魏义君,不信笔来长下泪,开香宴去石榴群。 这一下让李志想起了当时美丽而阴晦的爱情。 于是力排众议将武则天接回了宫里。 回宫之后的武则天再也不是那个皇帝不来看自己就孤独地哭泣的小女孩了。 他知道皇帝的宠爱确实是自己势力的源泉,但是权力才是最重要的。 于是武则天以雷霆手段先后收拾了萧淑妃和王皇后, 又在李志身体不太好的时候帮助她看管朝廷批阅奏折。 慢慢地朝廷中出现了二圣临朝的现象。 随着李志身体的逐渐恶化, 她最终于宏道元年公元683年去世于真关殿, 享年56岁。 于是手握大权的武则天野心再度膨胀, 做皇后、做太后都是在男人手下讨生活, 为什么不直接做皇帝,这样才痛快。 于是武则天于天寿元年公元690年称帝, 正式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武则天称帝之后, 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和政策的制定, 在处理朝政之余, 他还感到孤独和疲惫, 于是他像男皇帝一样纳起了男宠。 武则天的第一个男宠是薛怀义, 一个市井小贩, 但是武则天为了包装他, 让他去主持修建了白马寺, 并且多次担任行军大总管, 击退突厥进攻, 受左威尉大将军。 但是这样的宠爱并没有维持多久, 女皇很快就转移了他的兴趣。 感到被厌弃的薛怀义, 心中怨气横生, 为了撒气, 也为了吸引女皇的注意力, 他一把火烧了明堂。 这明堂是武则天精心建造的, 被薛怀义一把火烧了, 心中哪里不生气? 于是历史上便记载了薛怀义 在火烧明堂之后, 莫名死亡的消息。 不管他是被谁杀的, 做出这样的事情是一定活不了的。 薛怀义死后, 新的男宠又被人送了上来, 这次是一对美男兄弟, 张昌宗、张义芝兄弟俩。 这俩小伙子确实是风姿卓越, 还会舞蹈会乐器, 将晚年的武则天伺候的那叫一个叔父。 于是在得到默许的情况下, 俩兄弟开始染指朝政, 在朝廷中肆意弹压不听从他们的大臣, 甚至于结党营私诬陷大臣。 朝廷上被这俩兄弟折腾得乌烟瘴气, 大臣敌人杰看不过眼去, 在私下里劝戒女皇戒色, 不要再宠幸这样的奸佞小人。 武则天看着狄仁杰慢慢地解下竖发的金钗, 一头乌黑亮丽的绣发滑了下来。 武则天又让狄仁杰看了看自己的嘴巴, 牙齿基本没有脱落的, 这是最容易显老的两个地方。 而这两个地方, 武则天却如少女一般。 这说明男宠的伺候让武则天的身体非常的好, 但这些只是男宠让武则天感到的最微不足道的一点好处。 最大的好处是让他们吸引眼球, 吸引眼球的同时也吸引了怨恨。 自从武则天称帝之后, 为了权力他杀掉了很多人, 李氏宗族也被他杀的杀, 流放的流放, 忍死凋敝。 不知不觉种, 他的身边积累了无数的怨恨, 但是他不害怕, 因为权力都还在他的手中。 随着岁数渐渐变大, 他开始担心身后事了, 他非常清楚, 自己的武士后人大多是草包, 没什么真才实学, 而李家却人才辈出, 这让武则天开始担心自己百年之后, 武家被李家屠杀, 就像他自己曾经做过的那样, 于是他开始有目的地让男宠承担自己要面临的火力, 有了这俩兄弟就可以将一些罪名以被人挑唆为名甩给男宠们, 甚至还可能被李氏宗族所谅解, 不再追究武士家族。 果然不出武则天所料, 神龙元年正月二十二日魁卯, 公元七零五年二月二十日, 神龙政变的爆发, 首先的导火索便是二章, 他们很快在政变中被杀掉, 武则天最终也将皇位让给了自己的儿子, 历史上伟大的女人似乎都有相似性, 不管是中国的武则天, 还是俄国的叶卡杰琳娜, 似乎都对性有着无限的追求, 但是在这追求的背后, 是他们智慧和蓬勃的生命力, 武则天在男宠方面不仅方便了自己, 还为平衡朝廷, 为自己身后铺路都奠定了一些基础, 二章兄弟真是最佳工具人啊。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